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在推特上 我关注了一个新的推友 叫彼得达林 这是个牛人 他跟央视死磕了5年 就是说为了报5年前的一见之仇 人家现在5年之后 可不跟你愿意了 就是说被电视认罪5年后 他让央视在全球丢支兆被调查 像央视以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官媒 在海外那种各种各路媒体多了去了 这些你都可以把它统称为大外宣组织 像彼得达林 他做这么一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应该拿来说一说是 就是说他的经历 他的故事 他真的要来说一说 因为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能够感觉到中国的大外宣 在海外的渗透洗脑 无所不在 无处不在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彼得达林 他去干这么一件事情 就特牛逼 所以说我今天哪怕说是一个讲故事 拿着ipad念新闻 你还是念故事也罢 咱就大致把这个事情来捋一捋 比特达林他5年前认罪 现在他是有一个新的投行与使命 他所发起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正在全球发起这么投诉央视的行动 并成功的让英国撤销的央视的落地执照 前几天被撤销的时候 很多自媒体都做节目 那一天我就没做节目 今天我就把这些节目我给补上 达林在接触采访的时候就说了 锁定央视就要将中国逼入死角 具体的事情就是说这种停止播放电视认罪 这种反人权和法罪的行动 否则就要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可能 你说比特达林他跟央视有什么事 那是5年前2016年这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他是长期为中国威权律师提供援助的 然后在2016年初他被十几名中国国安人员 从他北京的家中带走 随即失去音讯 过两星期话锋一转突然之间在央视 现身认罪了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 严重了伤害中国政府 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 我对自我深表歉意 有些人可能觉得电视认罪怎么就这么怂 不会跟他们死磕 有这种想法的人可千万不要站着说话 不腰疼 哪一天你尝试犯点什么事 你进去关个一两天你试试 你试试你心理的承受压力能不能扛能住 当时彼得达林被关的时候 就是经历了这种马拉松式的审讯 长时间的日光灯照射 旁边还有他同事被毒打的声音 你想想人在这种环境之下 很容易心理防线会崩溃的 又要说一说我之前我被请和查到经历了 6个小时的时间 还是在那种民警跟骗警都对我很友善的 情况之下就一个国宝 他吓唬我恐吓我套我话 查我手机 扎我手指头抬我血 就那都把我吓得不清 我当时我出了派我手的门 我就是感觉嘴里边的唾沫特别多 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感觉跟平时都不一样 那种精神压力 就是崩的就快断了那种感觉 所以说一个人他要是电视认罪的话 你可以去脑补一下 他在这之前受了多么大的这种精神打击 所以说彼得大林他电视认罪 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十分的能够理解 他到底经历着什么 现在是5年过去了 现在的彼得大林是人权组织 保护卫士的负责人 而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他的总部还位于西班牙的马子里 离我这也不远 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的人权和法治 这两年他带领保护卫士 在世界各地推动央视的违规行为 他针对于中国 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想融入国际社会并从中获利 但又不想被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所抒付 我既想占你便宜 我还不想守规则 WTO入市这么多年 你遵守这里面的规则了吗 川普为什么要跟中国 搞脱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16年他电视认罪 18年18年在英国开始首战告捷 18年11月23号 曾在上海被迫电视认罪的英国记者 和商人韩非龙与达林共同召开媒体发布会 具体就是讨论中国环球电视网 也就是CGTN 还记得刘欣跟翠希的辩论吗 他就是CGTN的 然后他们向英国的通信管理局正式提交一份针对央视的投诉信 这个投诉启动以后 英国就开始向 CGTN开始正式调查 去年的7月韩非龙的投诉告捷 OFCOM裁决 CGTN因播放其认罪视频违反英国广播电视中的公平和隐私原则 今年3月CGTN因此受10万英镑的罚禁 三日费的事情 大家都记得了 除了英国还有美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 法国都在开始行动 照这么说的话 以后好消息还是会持续不断 就是说这种大外宣组织 我理解就是大外宣了 统称来说就是大外宣 人民洗脑 这就是太邪恶了 在这里达林有个观点 跟我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电视认罪的这种做法 不仅仅是为了吓住某个人 而是为了打击整个群体 对于我个人 以及咱们做油管的一些其他的自媒体 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威胁 这种人肉搜索 特别多 特别是在前年那时候做油管的 还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感觉就像被针对一样 你不管说是莱昂纳德 还是我还是刘大胜 还是文瑞还是文昭 那时候隔三差五的就有人在网上 就发布各种各样的这种恐吓信息 那就是为了杀鸡给侯看 那就是为了让那些海外的华人 要告诉他们 你们看看这种黑中国的 这种汉奸走狗卖国贼 他们既然在网上说这种话 我们就要去弄他去治他 你们可要把腿都闭严实了 就是为了杀鸡进侯 但是我们看着现在有几个人闭嘴了 不仅没有闭嘴 反而现在的海外中文自媒体 反而是越发壮大了 我前年才多少 前几天我做节目 当时我是数不出10个 但是现在仔细再一回想 二三十个应该是有的 但是现在真的是100多个 隔三差五冒出来两三个 隔三差五冒出来两三个 是吧 你吓唬不了 西方国家都还是一个法治国家 虽然说讲真的正确 但是还是有一点的底线的 你吓不住人 他给电视认罪定义是恐怖主义的一种 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我经历过 啊现在呢有这种抗体了 抗打击能力也上来了 这个恐惧已经战胜恐惧了啊 总之这位来自瑞典的彼得大林 他是一个很牛逼的人啊 他一直在坚持做正义的事情 特别是他做成了很多 我们这些华人自媒体都没有做成的事情 人家拿起法律的武器去做事情 还记得我之前我曾经说过 我希望将来能够去培养起一些律师啊 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之下 起码说在我的小圈子里面 谁家的孩子想去学律师的专业是吧 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上庭律师 我就希望我如果说我有能力的话 我就去资助他 虽然说现在能力有限 将来我有能力的我肯定会去做 什么时候我有能力了 就是说我起码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吧 我现在我还没房子呢 是吧大家也体谅我一下 就是说在生存层面啊 彻底的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像对于这种法律人才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资助一两个啊 我真的希望在我这个圈子的华人群体里面 能够产生几个律师 一个律师的力量顶10万华人啊 你不管说是在某一个国家 如果说能有这种三个五个 这种人权律师公民律师 他组成一个律师团 所产生的能量 那真的是比50万100万华人 他们的力量都要大 我说这句话 可能有些海外华人不开心不高兴 因为确实在很多时候 海外华人都是一盘散沙 不懂得如何用法律去捍卫自己 有些人光说中国人不团结不团结 如果说在法律层面 能够出几个精通欧美法律的这种专业人才 你看看他们要是组合在一起 能够爆发出多大的能量 这个榜样就在这里 这位瑞典的彼得大林 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所以说今天我就特别想聊这么一个话题 真的在我看上来 这个事还算是蛮振奋人心的 所以说我把这个事 就是说半念稿 然后就是说稍微加载自己的评论 咱们就再做一期节目好吧 那就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